我个人别喜欢的美女 泰国前总理英拉无罪释放 当然了我的释放是加引号的 因为英拉呢 她就没被捕 因此就谈不上什么释放 其实这就是一道泰国的法律了 尽管泰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按说法律应该有尊严 但是其实啊 也就那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 不久前英拉的哥哥他信 也是泰国的前总理 被泰王呢 光速特赦 不是判了八年吗 结果人刚回国 刚进去 就被泰王光速特赦了 刑期变成了一年 因此说不久前他信回国 我就知道 这一定是达成某种协议了 要不他回家干嘛 回家坐牢吗 现在他信坐牢 已然是一种形式了 他信刚进去就高雪家 被送医 而后呢 被特赦八年变成了一年 其实一年也是半求半放 应该是一定范围内的软禁 只要别出去显摆就可以了 泰国政体有点意思啊 老国王健在的时候 可以说是有绝对权威 我说的绝对权威是军队 也忌惮老国王 但是这个二流的新国王 因为自己行的不正 做的也不端 因此呢 不但军队不太拥护他 包括民众对新泰王 也就那么回事 包括柬埔寨的国王 谢哈莫尼都一样 其实都不那么好使了 洪森现在是亲王了 其仪仗全是远超国王 实际上是国王 在人家手底下讨生活 泰国的前总理 那位大美女英拉 她的案子和大米有关 我把她叫做大米案 2011年英拉参选的时候 和农民承诺 你们要选我 我上台后高于现在市场价 50%收购你们的大米 意思是我垄断大米 然后卖给邻国 我以此来充盈泰国的国库 结果好是人算不如天算 那几年附近国家 越南东南亚国家 印度印尼等连年丰收 结果人业一丰收 英拉崴尼了 因为米价不但没涨 还降了 泰国的大米啊 失去了竞争力 结果201314年 泰国农民造反了 不干了 抗议政府呢 拖欠两款 同时泰国相关机构裁定 英拉在位期间存在独职行为 没多久 泰国的陆金司令巴欲政变 退翻了英拉 2017年 英拉逃亡国外 实际上我当年就说了 不是抓不着 是不敢抓 你啊 赶紧走 你走了 我们好通缉你 你想想泰国的洪山军多厉害 你当巴欲和泰王不怕吗 他们不是惹不起英拉 他们是惹不起洪山军 你赶紧跑 你跑了 我一通缉 咱们呢 结大欢喜 你也不用蹲监狱了 我也算是克尽职守了 人跑了 我们也没辙啊 如果硬刚 你以为巴欲能稳坐中金账 我觉得 未必 就今年的12月26号 泰国最高法院宣布 撤销对英拉的逮捕令 宣布英拉无罪 泰国朝野是一片欢腾 结果很好 你好 我也好吗 但就是啊 法律啊 成儿戏了 OK 就到这 我是肥猪板净老李三 下期再见 拜拜